本席宣布第四屆第二次臨時會閉幕 謝謝大家 高雄市議會議長康育成敲下議事錘 宣告第四屆臨時會閉幕 康育成提到 在議二次臨時會中 針對預算審議議員提出發言次數多達735次 這是全體議員用心的表現 同時期免市府團隊要珍惜每筆預算 不要辜負市民期待 第四屆高雄市議會 已經圓滿完成第一個重要的任務 我們在兩次臨時會20天的時間內 把我們的今年的112年度的總預算審議完畢 同時也通過了一些42件的市府提案 我們總共發言了700多次 我們期盼市政府能夠妥善運用 每一筆高雄市議會所通過的預算 為市民的建設跟福利來認真把拼 我們一起為高雄市民的福祉共同來努力 康育成進一步表示 關於這次地方總預算 議會在沒有動用到表決權的情況下 進行理性溝通及充分討論來完成 尤其是新科議員的表現 加上資深議員的發言 展現出共融現象 康育成也代表議會表達感謝之意 我們這在20天的會期中間 我們並沒有動用表決權 我們很和諧的處理了每一個議案 跟每一個預算 不管是老幹薪資 不管是資深議員或是新科議員 尤其是我們發言的次數 等於一天有50次的發言 那也向大家報告 新科議員表現優秀 但是資深的議員 也用他的資深跟他的專業 來在議場為市民捍衛權益 在這次的高雄市議會臨時會中 康育成提到 總計預算審查天數僅有15天 每位議員為了市民權益 都提出看法和建議 共同來達成預算審議目標 府會也才能創造出 高雄最大的城市價值 記者李佳龍 高雄採訪報導